這支影片要示範的測量是Shoulder External Rotation 玉龍,待會我要請你做的動作是把你的肩膀舉到這個位置 然後呢,把它往頭的方向旋轉 好,我們請你做一次吧 用手間 嗯,沒錯,好,我們請你放鬆,然後呢,仰彈 那一開始的擺位呢,是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請你再往裡面彈一點點 請你再往裡面彈一點點 好,一開始呢,擺位在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發現呢 曲幹比較厚,會讓它的手臂往後垂的話 你可以呢,捲著一條毛巾 稍微呢 捲一個薄薄的厚度,墊在手臂的下方 讓它的上臂呢,可以保持水平 可以保持水平 好,那待會呢 我們就來確定 測量所需要用到的骨凸 軸心呢,我們對的是Olecranon Process 軸心對的是Olecranon Process 好,做一個貼紙 我們的固定幣是垂直地面的牽直線 移動幣呢,則是前幣的中線 遠端呢,剛好會指著Olecranon Process 好的一樣,做一個貼紙 於是呢,我們就可以把尺拿起來 在零度的時候呢,尺是呈現這個位置 我們把零度的地方呢,做個記號 這個地方,就是待會呢 我們要讀數字的位置 好,游人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就請你開始囉 到底了嗎? 好,放鬆 我們軸心對著Olecranon Process 固定幣呢 對準前直線 移動幣呢,則是慢慢的 移動到與 上幣 前幣 中線 平起 那視線記得要與 Goniometer 等高 好,我們可以放鬆 好 這時候我們讀的位置 就是剛才做記號的地方 好 所以呢 shoulder的 active range of motion呢 是0到85度 好,0到85度 接下來放鬆 讓我帶著你做一次 放鬆 這邊感受到阻力 放鬆下來 一樣,重新對著Olecranon Process 固定幣呢 對著 接直線 移動幣 對著前幣的中線 好,放鬆 這時候呢 PROA是0到90度 最後 加Enfield 固定近端 移動遠端 到底之後 加壓 Enfield是FIRT 用準備好了嗎? 好,那我們請你開始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呢 要注意個案呢 他們 肩膀不可以抬起來 軸心不可以移動 那我們是不是請你再做一次 好 到底了嗎? 好 放鬆 軸心 Olecranon Process 固定幣 先直線 移動幣呢 則是 前臂中線 前臂中線 視線 與光臨OMETA等高 確認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輕易放鬆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要讀的刻度 好 shoulder internal rotation active range of motion 0到 55度 0到55度 好,接下來呢 請你放鬆 讓我帶著你坐 好,到這邊呢 可以感受到阻力了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位置 把自己拿出來 軸心 Olecranon Process 固定幣 牽直線 移動幣 前臂中線 好,我們可以輕易放鬆 好,我們可以輕易放鬆 shoulder internal rotation PROM 0到 60度 最後,Mthill 固定近端 移動遠端 到底之後 加offer pressure 加offer pressure 感覺 是分